Zither Harp 1644年的春天 当年的艳阳阴纳山一带 犹如今天的景象 告别春寒料鞘 到处鲜花盛开 鸟鸣成韵 然而这段时间 可能还是艳阳韬光养晦 潜藏大气魄 成就辉煌未来的开端 此时的明王朝首都北京 已被李自成领导的 大顺农民起义军控制 作为东宫太子 试读的李二和 备受五行 最终寻找机会 逃回家乡 灵光寺的三百宣 是他青年时代 买手读书的地方 这时变成了花家老人 抚平心灵创伤的近视 静观时局的变迁 这个霍和尚呢 也就是民间传说的一个叫 在灵光寺里面的大殿里面 供奉了一个太子和尚 太子普产 也就是民间跟李一和 学代太子 隐居在灵光寺 那种想东山再起 这么一个民间传说的 相关的故事 山中兰尽花开花落 春去秋回的李二和 在临终前一年 寂寞地看着灵光寺前的 一棵柏树枯萎 他当然无法预见到 身后三百年 北京的历史巨变 1949年 一位霉县艳阳成长的 革命雄姐 与威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起进入北京城 受命成为这座城市的 行政长官 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开国元帅 叶剑英 因那山 五指封的西南方路 有一座虎形山 位于艳阳盆底的艳上村 这里是叶剑英元帅的故乡 物缓兴仪 与叶帅青年时代的景物相比 如今的艳上虎形村 呈现一片附属而甜淡安宁的气象 庄严肃穆的叶剑英纪念园 是梅州重要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离纪念馆不远处的叶帅故居 是一座普通的客家民居 由叶帅的祖辈与族人合作建筑 简朴的造型折射的 是这个家族当年仅能维持家计的 清贫生活 一位山村少年如何一步步成长为 在多次紧急关头扭转革命航程 和国家命运的伟大人物 叶剑英成长的中国 已经与李世纯时代不同 中国的国门被欧洲列墙打开 众多的艳阳人离开家乡 走出国门到遥远的南洋 乃至更远的地方谋生创业 稍早之前 离宴上村不远的长教村大石碑 有一位叫邱亚环的青年 因为父亲早逝 在表弟的帮助下 来到南洋抓洼岛上的巴达维亚 及今天的雅加达某生 凭着勤奋 节俭 还有一股机灵和敏锐的眼光 他从油米贸易 到与同乡合作投资银行业 终于成为一方巨富 这位邱亚环就是著名的客家乔商 邱谢亭 大石碑的溪水飞珠建玉 来自高处的乔西村 闪烁着阴纳山运续的天地精华 这个偏僻的村落里 众多的华侨前辈在崎岖不平的山坡上 花费重金 建起了一栋栋 具有客家风格 而不乏外来元素的乌鱼 如今 不少人去楼空 年华见老 依然记录客家人追求的 天人合一居住理念 邱谢亭的故居 大夫帝及其附属建筑 与唐指邱元荣的故居 瑞德楼隔着小溪相望而立 他的居所在家乡大石碑 算不上豪华 但他却是那个时代 对家乡梅县的工艺事业 极为热心的侨商 在梅县 修谢亭先生呢 为丙春的三宝学堂 也就是县菜的丙春中学 还有物本中学 就是我们现在的梅州中学 和东山中学 兼职建学校 同时呢 修谢亭先生呢 还资助了数十名梅县的学者 到海外留学 非常凑巧的是 叶建英元赛 求学的历程 也是在这三宝学堂 就是现在的丙春中学 物本中学 就是现在的梅州中学 和东山中学 包括秋谢亭在那的 艳阳华侨 除了支持故乡的教育 还曾支持国内高等教育 像济南大学的前身 济南学堂 在南京成立时 及给予大力的经费资助 派送了一批华侨子弟 回国接受华文教育 客家华侨 对国内教育 民主革命等的支持 激发了华侨青年 接受社会进步思想 1916年 在马来西亚 医保务工的青年叶建英 受此影响 报考云南讲武学校 从此走向波澜壮阔的 革命人生 叶建英 从云南讲武学校毕业后 于1920年初 决定追随孙中山革命 投奔圆敏越军 1922年6月16日 陈永明公开叛乱 炮轰总统府 孙中山乘坐永锋剑逃亡 在孙中山广州 蒙难55天的日子里 叶建英始终忠于职守 率领士兵 护卫着这位民主革命的领袖 见证叶建英追随孙中山先生 坚守民主革命理想的永锋剑 后来更名为中山剑 其实在12年前 艳阳人士就与中山剑 结下紧密的联系 孙中山更在19年前 见证一位艳阳青年 在日本东京加入星中会 离叶帅故居几百米之窑的艳下村 在一片稻田中间 屹立着一座独特的客家围龙屋 墙树堂 这座在水扬扬的田间 铸立了三百年的祠堂 是艳下村李氏村民的祖祠 似乎隐藏着这个家族 独特的建筑理念 被称为蛇行祖屋 数百年来 这座古老民居的天井 保持着清澈的泉水 在干旱的季节 也没有干涸过 在低洼潮湿的环境下 这座砖木结构的建筑 保存完好 墙树堂像一艘不沉的船儿 抛锚停靠在艳阳 水赋予了它灵秀的气象 老人生存下来的 小型沙头 哦 舌头 沙头 因为一条岸藏的龙马 然后就头 跌在中间 中存到中间 中存的就咪 就撒咪 老人家就落三亿三亿太阳 水也都不会捆出来 水也不会沉的 从这栋围屋走出的分支 慎德楼李家后裔 在近代 与水 结下不解之远 这个家族的李国旗和李国堂 李国归 堂兄弟三人 先后考入 马尾传政学堂 烟台海军学校 书写从容海军的家族传奇 李国旗 毕业服役于南洋水师 参加了马尾海战 在服役北洋水师期间 宣统二年七月 清政府向日本 定造永风炮舰 拟将其编入 北洋海军第一舰队 为保证建造质量 当年 特派李国旗 赴日本长期建造 李国旗在建造 建造中山建以前 他的长子 李希青呢 就没有均损他们 富弊主弊的 改变了 他的人生轨迹 他到日本留学 组织 企鹅义用队 1903年 这一年呢 孙春山也到日本 宣传返新 以梅州新年级的 刘维涛 姚景华 在日本组织的 参加了新中会 响应孙春山的号召 百年的风云变幻 百年的历史沧桑 艳阳旧貌 换新严 艳阳人民 发扬夜帅的革命精神 艰苦奋斗 不断改革创新 建设日新月异的艳阳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艳阳拥有众多的企业 诞生煤燕吉祥 保新能源 超华科技三家上市公司 经济改革发展实力 一直稳居 全区前列 艳阳 也是梅州旅游景区 最集中的地方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叶剑英纪念园 国家围级旅游景区 燕南飞 和国家4A级景区 燕明湖 千年古差 灵光寺 月东明山 五指风等景区 分布其中 近年更被评为 中国第二个国际生态漫城 美丽的风光 成为艳阳人民 宜居的家园 成为海内外宾客 旅游观光 放松心灵的圣地 艳阳 审时多事 积极适应足球振兴的号召 富丽切尔西足球学校 也在这里落户 立志成为广东 乃至全国 培养足球专业人才的摇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电视台联合拍摄的 美丽眉县乡村风采 大型专题纪录片 将于客商大会期间 隆重推出 五指风下胸怀阔 眉江河上走四方 胸怀开阔的艳阳 风流远阳的松口 到葫芦形态的龙纹 我们将用镜头说话 刷新您的记忆 用全新的视觉 带您领略眉县 这方不断创造奇迹的水土 散开风气之鲜的人文 全程的记录 全景的呈现 全新的感觉 十月 请跟我们一起 去发现美丽的眉县 迷人的客家乡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